具体做法,大家请看我们的操作 首先我们准备面粉300克,加入白糖10克 然后加入适量滚烫的开水,越烫越好,一点一点的慢慢加入开水 把面烫一下,这是炸糖糕的关键一步 先搅成面絮,然后用保鲜膜盖住行20分钟 下面我们先来做一点糖糕线 拿一个小盆放入黑芝麻20克,白糖30克,面粉10克 搅拌均匀以后,倒入植物油10克搅匀备用 20分钟以后,面絮已经形发好了 手上沾取少许植物油和成面团 这样防止面团粘在案板上面 将面团反复揉搓,揉成长条,切成等份 双手转动剂子揉成团,剩余剂子按照步骤做好 再把剂子拿在手中按压成片 中间放入一小团糖糕线,微微压实 然后捏起面皮的色周,像包饺子那样 把糖糕线包裹在中间,轻轻压扁 双手转动面团成圆饼 按照以上步骤做出以下的面饼 在案板上面抹上少许植物油 一个一个的把面饼压扁放在一旁 小心不要把中间的糖糕线挤压出来 用保鲜膜覆盖 下面我们把糖糕炸一下 锅内烧油,油温五成热时 以此盐锅边下入糖糕 不停地晃动炒锅,防止糖糕粘锅 用勺子来回翻动糖糕 小火炸至三分钟,糖糕浮上来 炸至色泽金黄,即可捞出控油 好了,这道非常好吃的糖糕就做好了 下面看一下所用到的是菜调料及知识点 炸至五绿